今天给大家分享自媒体如何营建起自己的品牌和标签 做好自媒体围堂的第一步 大家跟我学啊手把手叫 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名字改过来 不改名字的人我们称之为叫非专业选手 改了名字的我们称为专业选手 专业选手聊的就是价值啊 创业营销以及我们如何做自媒体的这些事情啊 非专业的就相当于一个观光团 我们先给他起个好名吧 我们把那些喷子啊那些骂人的都成为一个非专业型选手啊 叫他们为观光团好吧 那我们这些专业级选手一定要把名字起好 这个名字啊我直截了当的给大家推荐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叫什么叫做事业扩谱品牌 或者是自己干的那个事的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匿名 这是一个什么叫企业品牌加匿名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是直接用自己的本名 你让后面加一个冒号啊 然后的话呢 你的职呈啊你干什么事 比如说红鹤 善儿教育啊 然后比如说李大姐啊 然后的话呢 内蒙土特产 就这样的 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啊 我们也不需要再精准来提升啊 精准提升的话是我们下一个环节啊 前期这样就可以 然后的话就是标签标签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的那个事一定不要虚夸 就跟我们朋友之间聊天一样 比如说你做善儿教育的哈 就是什么就是廊房善儿教育啊 然后毛毛店 嗯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你做内蒙土特产啊 内蒙土特产啊 经营什么什么完事了啊 说你是做什么的 做加盟联锁的啊 然后毛毛加盟联锁什么什么店完事了啊 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做 也要做好这个品牌和品牌标签的 第二件事情 你们要什么要认证了 这个认证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公司的 那最好了就用这个个人就行了 用个人做认证就行 有人说说个人做认证 怎么认证啊 他现在认证的过程当中 第一条有一个什么呢 叫单位 然后呢社团 然后呢团体机构 或者有一个叫非必天下 非必天下 就那个地方你不用填 听明白了吗 然后的话下面有一个职称和工作 你就可以填什么呢 填你的这个性质 你比如说你是老师 你就填 然后呢 提交自己的这个教师资格证 有人说我没有这个社会化 这个资格证怎么办 我只是个大学生 没关系 你有这个大学生 这个学历证也行 你提交一下 然后你上面写 大学毕业生啊 就可以了 如果说农村的怎么提交呢 你到你的村委会卡上工装 某村村民也可以 说我既不是农村的 也没有这个自治啊 我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来认证呢 这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白人哈 这个白人你呀 你用身份证 同时的话呢 你标注一下 你说我是什么呀 你看一看啊 如果过不了啊 你再找一个啊 找一个某一个这个这个机构啊 很简单的 然后的话呢 做一个名片 电子版的上传啊 这个认证就可以完成了 机构认证是这样的 你要提供你的机构的一个资质 那老师是这个做这个个人认证好 还是做这个机构认证好 我的建议哈 用个人认证啊 比如说你是老师的 这个认证好啊 你是善儿教育 你说你是善儿教育的某某个总经理 不如你这个善儿教育高居弱势枪 一定做什么 做社会化的职承认证 你说你做的公司 打个比方 你的公司如果被别人人见 对吧哈 或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或者那个公司跟你有啥关系啊 是不是 自媒体自媒体嘛 一定是 一定是我自己 自己才最重要的 然后才是我在哪家公司 我在哪里 对吧哈 用自己的名来认证 这是一个 那第三个是什么 是当你认证完之后 你接下来干嘛呀 接下来要找你那个领域当中 所关注的人 你要跟他互动 那这个互动当中 如何才能够得到他的什么呢 关注呢 你要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什么 给自己写个介绍 一定要控制在十个字 最多不能超过十五个字 当这个人发出来的某一个微头条 某一个短视频 某一篇文章的时候 你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来讲 跟他一个交流 这叫什么 这叫交互 这篇文章好 哪里好 这篇文章不好 哪里不好 也不一定非得说这个好话 明白了吧 简单的回复 大概也在控制在什么呢 八个字到十个字 千万千万不要热情的 一下子回复了一百来个字 那相当一个文章了吗 那你在骂这个写作者 是不是 你认为你牛呗 你牛你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一定是控制好这个节奏 就是八个字到二十个字 或者八个字到十个字 然后再加上你的介绍 你要这样说 说你好老师 这是我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交流 写完 我是干啥 希望你能关注 一天他不关注 两天 有的人做得非常好 他掌握了这个人 这个作者 发这个视频 写文章的什么 那个时间点 当他发时间点 发这个文章的 过程当中 事实上他就在线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呢 我是每天下午 录完 然后呢 晚上发 我晚上呢 可能九点到十点 他找到了 在这个发的十点点 你什么 你给他点赞 你多给他点 他一看 原来他就加深印象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 找的也是个技巧 明白了吧 除了你关注 那个领域当中 你认为很牛的达人之外 你也要结交什么 结交 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呢 志同道合的人 志同道合的人在哪里呢 就在你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知名人的 那个下面留言处 比如说我经常看老梁 我一看老梁 那些粉丝当中 有很多很多人 都有素质的 我就给他点个赞 明白了吧 所以你要关注 你关注三农的 你就关注 那个三农领域当中 做的最好的那个人 然后下面那个留言者 比如说你要做创业的 做经销和营销的 你关注我 我下面这十万个粉丝 他都是关注这个的 这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已经给你 过滤好了 已经给你过滤好了 这些人的话呢 都是你这个同类人 你做好这几点 然后一步一步 开启你自媒体的 这个发展 我是洪说 每天给大家分享 创意和交流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多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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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